各時各節和家人吃飯都不少雞這一道菜 加上疫情下多了人在家煮食 越來越多人重視食材的質素希望吃好些 有本地活雞品牌去年的網上銷售就增加了一倍 今年他們有什麼方法去把握這個機遇 首先從自己做起 做好自己雞的品質 農場的衛生日日要搞好 在逃走的過程中 又要注意防疫的自己 在份書上又要盡量做得更加好 將一些新的客人盡量引去網上銷售 主要是向網上銷售延伸 泰安雞目前透過自設網店 以及與其他網購平台合作 谷銷售 提供上門送貨和指定街市自取服務 疫情下不少人都在家煮食 乃生指去年網上銷售已經急增一倍 他預料今年農曆新年沒有晚市 銷售會較去年增加兩成 而在新常態下 他看好鮮雞的銷售潛力 發展網銷的同時 繼續擴建雞舍 未來一年的重點 我們想將產量增加 主要是在新建一棟雞舍 增加生產能力 向網上銷售進一步落實 自己公司可能都會參與其中 目前與我們做網上銷售的 香港TV、早晨 那些客戶 會與他們有更加深入的溝通 由於雞舍養殖牌照設有自養限額 只有擴建養殖牌 才可以提升自養數量和銷售額 賴山計劃 今年底在打鼓量擴建新的養殖牌 預計雞舍自養量 將會由11萬隻增加到14萬隻 為了令雞舍吃得更好 養殖牌設有自料機 自製雞糧 並且透過系統定時餵食 不需要經過人手 同時採用機器自動化訓 保持衛生 今集營商有計 祝緊在家煮食商機 港產雞 增產量 谷銷售 明星啞 彈砍 雞 1 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